中美大工日朝 厨师汗炉以下 做出一道道 年节好滋味 老五老基金会 与台湾工艺厨师协会 首次合作 为独居长者 制作团圆饭 菜单设计 别出心裁 考量到老人的一些口齿 牙口不好的 我们会去设计一道菜单 让独居长者们 就是在吃的时候 会很方便搅决 然后又可以让他享受 更丰富的一餐 强调县主献送 由专业车队与志工 要承担这一趟爱的任务 第一餐 然后我们就可以出发了 我今天有这个能力 也有这个机会 对啊 我就很开心说 来看看人家 然后想想我什么 我们对我们是健康很幸福 能够自个人家 就是最快乐的 非常我们自己有老的一天 对对 不好意思 我早二十五号 不好意思 逐户拜访送年菜 更要送新年祝福 在大概十七八年前 我们社工就发现说 其实我们的长辈 在过年的这段时间 很多都是独自一个人过年 我们会召集很多的一些志工们 组成一个类家人的 这样子的一个团队 那把我们当天 现主现做的年菜 送到长辈家去 不好意思 我的同楼 今天有很多人 是做年菜的 还有一个工程 每天都做年菜的 然后 我也没法到家 还有疫情 社会公益的爱心串联 相约在新年 家中的热闹气氛 也增添了几分年会 大爱新闻 邓一中台北报导